台北市市林區西山里 八號起陸續有里民上吐下瀉 由於里內沒有自來水 根據水處對於山泉水採樣的結果 大腸桿菌群偏高 目前設置了五個點來取水 而最新的統計 共有四十一個人出現了腸胃道的症狀 由於西山國小他的飲水機的水源 也是山泉水 未來安全起見 學校已經暫停了飲水機的供水 提供瓶裝水給學生來使用 民眾忙著接水回家用 因為北市市林區西山里 連日發生多位里民 疑似因為水質不渣 上吐下瀉的狀況 里長擔心是地震後 造成山泉水水質混濁釀火 為查明原因 北水處一早也派員 巡線巡查管線 有無漏水狀況 截至十二日 週五十二點 共有四十一人出現腸胃道症狀 無重症患者 市長蔣萬表示此案與北水處提供的自來水 系統無關 是因為山區民眾自設水源系統 北水處每個月也定期採樣監測水質狀況 並將檢驗報告通知里長 提醒里民多渣留計 就我們檢測的確是有超標的一個情形 曾經有提過相關的一個協助 那因為他們不希望說 他們的水是需要加濾的 我們就只能長期來輔導 飲用水的水質標準的大腸桿菌群的數字 大概是標準大概是六 根據以往這邊的採樣的結果 大概是最小值會落在一百 最大值來講大概是一萬四 根據歷史資料 西山里山泉水大腸桿菌群 平均落在一百MPM到一萬四MPM 以最大值來看 超出飲用水標準值六MPM兩千三百多倍 由於西山國小飲水機水源 也是來自西山里山泉水 安全起見學校已經暫停飲水機供水 並提供瓶裝水給學生使用 為了安全起見的話 我們還是有把水質今天會去送液 小朋友的部分 我們就暫時停止供飲飲水機的水 我們都是用瓶裝水 因應本次事件 北水也在當地校園內設置五處緊急取水點 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十二日起 也將開設特別門診 提供醫療服務 記者 黃曼謝震琳 泰波特